美国总统拜登三小时快闪埃及 在气候峰会上演讲完 立刻马不停蹄 飞到柬埔寨出席东协峰会 拜登在柬埔寨的36小时 讨论议题以区域合作为主 白宫国安国人苏利文表示 这次东协峰会的成果 包括东协将美国升级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与东协加强合作 强调会保持维持区域内 美军的前沿部署态势 力图抗衡中国大陆的影响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尽管中共不喜欢 还是应该理解这一点 拜登之后还要赶去印尼 参加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 并且首度以总统身份 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面对面会谈 不过在见习近平之前 他还会先跟日韩领袖 举行场边会议 除了讨论北韩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在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之前 要让日韩两个盟友了解 美方立场 或者日韩有没有什么样的关切 希望拜登对习近平来表达的 拜习面对面 台湾必定是关键讨论议题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两位元首对话 主要就是希望在台海议题上 对双方的红线能有更清晰明确的了解 TVB的新闻 黄松浦 倪嘉辉 余思寅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欧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